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美国商务部在上个月宣布了加强针对华为的制裁措施 禁止所有使用美国设备和技术的半导体公司 在未经准许的情况下供货给华为 倘若在120日的宽限期过后 美国不再续期 就肯定会对华为造成致命的冲击 在今天网上传出了一个消息 说华为将会在7月份裁减50%的员工 爆料的当然不是一般的网络游云 而是非常出名的华为前员工李凯元 到底他说的东西有什么份量呢 李凯元就是所谓华为251事件的主角 曾经在华为任职了12年 去到2016年11月的时候 他就曾经向上级举报 说他所任职的部门当中出现了一些造假的行为 后来华为可能看到 这个员工什么麻烦 于是不再跟他续签劳动合同 李凯元看到这样 那当然是要求离职補偿 但是反过来 华为还说他是敲诈勒索 于是这位李凯元 在公安局被击压了251天 但后来又无罪释放 还获得国家赔偿10万人民币的補偿 这就是所谓的华为251事件 故此 他所说的关于华为的消息 多少都有些分量 而且微博也给了他一个认证 就是华为前员工李凯元 而且他所说的消息 亦获得多加大陆媒体的转载 实际他爆料的那篇微博帖文是怎么说的呢 他就说 预计会裁员50% 不知道公司今次断臂求生能否有效 他还跟任正非说 说由于公司目前裁员依据 是现有的职效体系 即是说 能够拍马屁的就留下 能够做事的就炒油 可能结果更差 另外这些人没了饭碗 法律问题又怎样解决呢 他另外还跟华为的一个经理说 你现在能够保证自己不在大名单里面 公司能不能够保证养你一世 是啊 在这一条的贴文下方还附带了一张手机截图 就是关于微信一个群组的图片 那里面的人就谈及到关于华为裁员的情况 有人就说 今天听到一位快要退休的老员工说 公司在7月中旬就会宣布大变革 可能会涉及股权和裁员 据说要从19万裁到10万 而且就说很多退休的人都选择把一半的股票兑现 一半就保留 现在还没确定 看看手上的项目什么时候结束 这就是里面的人的对话 实际上这一条贴文在今天来说 已经找不回了 就是遭到删除 不知道是他本人删除 还是被微博方面删除 反正就找不到 其实这一件事我又觉得是空月来风未必无因 因为华为在一个这样的前景下 到底他能不能够养活得到这么多人就成问题了 而且莫说华为全球的智能手机 在今年的上半年 那个业绩一定都不方会好得去哪 因为经过了这个全球大流行的武肺疫情之后 各地的经济都向下行 有没有那么多人有多余钱走出来买一部智能手机 而且还说你华为呢 尤其是说华为 主打的市场就是中国、非洲 故此在经济下行 和美国封杀这两个重大因素的影响下 华为要裁员 这也是不奇怪的 当然有没有裁一半那么多就不知道 而华为官方暂时未作回应 至于英国方面 又传出了关于华为的消息 今次 基本上已经是铁定要拍板 就是要封杀华为 而且今次传出消息的 亦都是有份量的有名有姓的人 故此可信程度大增 因为不同于不具名的消息人士 较早之前 英国媒体也报道过 英国政府已经决定了 要在2023年前 逐步封杀华为 参见英国5G网络 来到今天 前首相戴卓尔夫人的助理加德纳公开说 说英国政府其实已经制定了一个日落计划 要摆脱对华为的依赖 详细内容将在几个星期内公布 加德纳说 针对5G网络的建设 是否需要采用华为设备的问题 英国政府已经铁下心牆 决定逐步使华为淡出 并且在2023年前 完全被其他电讯公司取代 这个日落计划 这个计划象征着 华为就像太阳日落西山 有预意的 这个Sunset计划 同时加德纳也强调 说英国政府这个决定 并不是单纯因为美国的施压 而且是因为英国的民众 看到中国政府如何应对武肺疫情 以及如何强推港版国安法 使得他们反感 于是就决定要向中国企业说不 实际这位加德纳 无非要帮英国政府说一句好说话 不是单纯因为美国的施压 因为不单是美国的施压 其实约翰逊也是面对内外的压力 外边有美国的施压 内边不单是英国的民众 看不过眼 而且是保守党成员都开始出声 其实在两个月之前 约翰逊中了武肺被隔离那一段时间 当时英国的媒体已经传出消息 就说英国的内阁里头 有多名的成员 都是反对再继续使用华为的设备 但是当约翰逊好出关的时候 似乎他就想力挽狂难 他就想一锤定音 说英国政府没有说要排除华为 但是谈来谈之后 在党里面也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声音 就说不要再用华为了 于是才使得约翰逊被逼来转体 基本上他出来的那期 大家都应该有印象 他还想继续揽华为 不过现在外于形势 无论在国外、国内或党内 都没有一把很强烈的声音支援他揽华为 如果他继续揽华为 只会是烧到自己那一把 他自己都相当尴尬 于是才放弃 现在华为面对的困境 不单是遭到五眼联盟国家的拒绝 而且美国还周围游说其他国家 叫他们不要使用华为 最新传出了一个消息 就说 美国可能会资助巴西 去摆脱对华为的依赖 美国驻巴西大使查普曼说到 美国正在和巴西政府 以及当地电讯公司 商讨关于5G网络建设事宜 美国正在计划 要资助巴西电讯公司 向爱纳讯和洛基亚 购买5G网络设备 以摆脱对华为产品的依赖 如果这个计划最终得以落实 意味着华为又损失了一个潜力非常庞大的市场 虽然巴西 无论是经济实力或人口 在南美洲来说 都是排在第一 查普曼说 此举是事关美国和巴西的国家安全 必须要保护电讯数据和知识产权 以及敏感信息 除了在南美洲方面 传出一个不好的消息以外 对于华为也说不好 另外在欧洲丹麥 亦传出了他们打算拒绝华为 丹麥国防大臣布武申说 为了保护丹麥和丹麥人 他们只会使用 那些来自安全盟友国家所供应的5G网络设备 那就是暗示不会使用华为 因为中国和丹麥来说 长期都是大难且不怀 都没有说是盟友 现在华为面临着遭到美国封杀的危机 到底他们有什么应对办法呢 第一招 当然就是加速购买那些晶片的存货 无论是向台积电也好 向联法科也好 马上就下了大量的订单 根据估计 华为的存货就可以顶到2021年中 第二招就是什么 就是要马上加进中芯国际的技术增长 但是你也远水不能够近火 由于大陆现在的芯片技术 比起台湾的台积电也差两代 你只能够做那些14纳米的东西 人家就做到7纳米線程 故此就差很远 到底第三招是什么呢 当然是找一家现成的能够供货给华为的公司 根据外媒的报导 就说韩国的三星有可能可以取代台积电的角色 为什么呢 因为三星所生产的芯片 一来没有使用到美国的技术 二来也没有使用到美国的设备 故此可以绕过这个制裁 可以供货给华为 只不过就在三星的一年之间 到底功课与否 根据报导所说 就说华为想和三星商谈合作 由三星代工制造手机的芯片 作为交易的一部分 华为就愿意让出部分的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佔有率 比三星这样说 实际上 如果三星真的肯答应这件交易 那个金钱价值肯定是高到不得了 为什么呢 你华为就说想一家便宜两家着 但是在三星的角度 为什么它还不顺手将你这个竞争对手铲除呢 为什么还要帮你做代工呢 肯定就是你付出一个很大的代价 但是它才肯制的 否则三星自己出自己的手机不好 为什么要帮你做 一定里面是牵涉到很大的代价 甚至乎会渗集到一些政治因素都不奇怪 但是韩国始终受到美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到底这一单的交易能不能够成功执行呢 尚是未知之数 好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